各位貴賓,我們要一起從321開始數囉 數到1之後,請啟動再拉下來 好,培養我們的默契,從3開始 321,請啟動 香港館206正式開幕! 我們也歡迎有經過書展今天來參與書展活動的所有的觀眾或者是貴賓 在開幕之後,臨臨香港館來進行我們最優質圖書的體驗 好,我們要先來,準備要來乾杯了 數到3了 321,請! 共助我們阿里一輛的香港館正式開幕! 我們演出貨賈出成功! 首先,歡迎會臨臨香港館的社幕裡 今年是同會創意第五年,在台北書館設立香港館 在此,我代表項目籌委會 重新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辦公室贊助 香港館的贊助 也非常感謝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區送出五張來回香港台北的飛機票 作為抽獎的禮物 鼓勵度者多購買香港出版的圖書 讓度者有機會來到香港,感受香港中西健康的中西文化 另外,我們也感謝台北書展基金會一直以來對香港館的支持和幫助 讓香港館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展示我們的出版物和印刷品 與台灣的度者和同業交流 今年,香港館已讓創意融入生活為主題 這一次我們一共有33家出版社 15家印刷公司 還有兩家電子書出版社 展出500本新書 超過120種印刷品和超過50種電子書 內容涵蓋歷史、文學、文化、藝術、生活、旅遊、科學等不同的題材 所有的出版品都經過居民人士的評審 募求將顯香港出版和印刷業界的創意承受 當中不小的作品都有在各地、世界、國際的比賽中得獎 這些得獎的作品我們也帶來掌勢 掌出的新書有超過三成世界六個月出版的新書 此外,香港館也有20家香港獨立的展授展台 讓台灣的獨子可以直接選購最新出版的香港圖書 今年香港館也會舉辦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動 香港新派民族Jacky Yu 和台灣咖啡大師明東元先生 他們會在香港館和主題館場 進行兩強演講的對談 促進香港作家跟台灣讀者的交流 此外,我們這裡也會舉辦感激雞蛋仔 四次活動 不同的時段,我們會免費派發雞蛋仔 讓讀者可以體驗香港獨特的街頭飲食文化 書展結束以後 我們香港館有一批500多本的精心挑選的圖書 會贈予國家圖書館 讓台灣讀者繼續欣賞香港的優秀圖書 希望各位在羡慕你以後 欣欣欣賞我們香港館的圖書 印刷盤、印刷品和電子圖書 和歡迎各位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詞曲 李宗盛